不尊重警隊去執行任務的這種思維 已經在香港蔓延得很厲害 執法人員要面對的那種 是非常侮辱性甚至挑釁性的行為 包括賭尿、紙碼 甚至有些行為根本不當他是警務人員 就算去抄牌 都被人罵得根本不是人 我自己是想針對一種故意性 有目的去進行一些行為 甚至一些言語 他是帶有挑釁性 而是希望執法的人員能夠失控 或者是故意令到他們做錯事 我覺得其實可以參考一下法國 法國的罰則就是 如果他真的帶有故意去侮辱警隊的 警員、執法的人員 他可以罰到最高一萬五千元歐羅 大概是拾鬆一點萬港幣 同時最高可以監禁一年 我覺得對整個社會都是好的 不僅是對執法的人員 你會看到這次 七警的案件 其實牽涉到倒有味液體的人士 以及在受挑釁之後的警務人員 他作出了錯誤的行為之後 其實全部都會遭受到更加嚴重的懲罰 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對所有人都好 亦都避免了有更大的悲劇會發生 我們台灣的財政策 我們在香港的地區 現在我們在香港上合作的